疫情严峻 为了保障幼儿的健康 马公司的幼儿园 原定于4月21日 举办了户外教学活动宣布取消 市长叶竹林表示 因国内疫情连日连日的破迁 澎湖也新增确诊病例 有鉴于幼儿为师打疫苗 为了保障幼儿的健康 决定将户外教学的活动取消 并提醒学校的老师 特别注意幼儿的健康状况 加强宣导防疫 马公司的幼儿园 也特别提醒老师 工作人员及家长们 如果与确诊者的足迹重叠 请务必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若有呼吸道等症状 请先至特约定点诊所挂号看诊 经过医生评估后 发放公费COVID-19家用快筛试剂 请立即配合居家裁剪 并回报诊所或学校快筛结果 马世尔指出 平时就提醒家长 若幼儿有健康状况 要主动告知 目前因幼儿园学童 无法施打疫苗 感染风险高 所以幼儿童健康 特别需要重视 必须优先保护 幼儿园工作人员 进入研所 皆以符合疫情指挥中心 疫苗接种规范及措施 来宾 家长 访客 非必要者不得入园 请多家包含 并务必配合 以守护全员师生的安全 市长叶竹林强调 马公市立幼儿园 也落实每日活动空间 清洁消毒及通风 为强化师生健康监控 全员师身处了用餐 饮水怪 全程佩戴口罩 并维持社交安全距离 用餐避免交谈 并使用隔板 维护彼此的健康 也肯请家长留意孩子健康状况 倘若有不适的症状 应尽速就医 并确实落实 生病不上班 不上课 不入园 马公市公所防疫标准 依疫情发展 做滚动式的调整 感谢乡亲配合 各项相关防疫措施 记者王海龙报道